機車轎車燒成一團火球 一旁還有一名光著上半身的男子 滿身是血 坐在路旁痛苦哀嚎 原來就在幾分鐘前 他連人帶車撞上過馬路的富人 監視器路下 靈性騎士行進新竹新浦鎮 中正路時 一名富人沒走斑馬線 直接橫越馬路 騎士疑似 來不及反應 迎頭撞上 只見富人倒在路中間 而機車騎士跟著車子滑行到對向車道 下一秒冒出熊熊火光 這時騎士還卡在車底 嚇得目擊民眾趕緊衝上前 將人拖出來 警校趕到現場 趕緊將火勢撲滅 但騎士下半身已經被燒得體無完膚 連褲子都被燒破 由救護人員送醫急救 老夫人頭部他是有外傷 伴隨著意識狀況越來越差的情形 年輕男子的話 他的手腳都有不同程度的惡度燒燙傷 機車疑似滑行過程中油管破裂 導致車輛起火燃燒 一旁的無辜轎車後座也燒到焦黑 但還原事發經過 警官老夫人沒走斑馬線有錯在先 只是警方九側也發現機車騎士早已超標 機車滑行撞上路邊停車之自小客車 及機車後隨即起火 機車駕駛精抽血 九側只超標 酒後騎車就是不對不只得面臨罰環 更要背上肇事責任 請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演繫號 意外 片天 霍冈 機車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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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